关注黑生健康夸科 大家好我是黑生 很多朋友都有这种便秘的烦恼 尤其是素便 那长期堆积在体内 有很多很多的毒素被大肠粘膜吸收 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严重者还会引起面部长斑 胃肠到的不适 辅障恶心 甚至口臭 实在是给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白萝卜 搭配这一物 排出成年的素便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白萝卜 去掉白萝卜的外皮 俗话说 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那白萝卜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有利于加速体内的肺部的排出 所以常吃白萝卜 有非常好的这种通便的作用 另外吃白萝卜 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天气多变的时候 容易引起感冒等等多种疾病 那适量的使用一些白萝卜 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 白萝卜中 还有丰富的这种维生素C 微量元素C 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提高抗病的能力 吃白萝卜还可以降低血脂 白萝卜中 还有诱导人体产生这种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 长期食用白萝卜可以降低血脂 稳定血压 预防冠心病等等 白萝卜还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一种功能 被称为这种人体的自然消化剂 根茎部位有这种淀粉酶 还有多种的消化酶 能够分解食物中的淀粉 还有脂肪 它里面的这种介子油 也能促进这种胃肠的蠕动 帮助食物的消化 预制胃酸过多 还可以促进一个新陈代谢 具有解毒的功效 另外一点 白萝卜还有一种防癌的一定的作用 适量的食用白萝卜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癌症 白萝卜切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 先把清水把苹果打湿 然后加适量的食盐 把苹果搓洗一下 把清水把苹果洗干净 然后把里面的壳去掉 里面的壳以及它附近的果肉 对人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我们把苹果切成小块 苹果它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食用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食物 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 从而有利于粪便的排出 接着我们把切好的这种白萝卜 还有苹果全部放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先大火把白萝卜 还有苹果煮上20分钟 20分钟之后再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苹果跟白萝卜 已经煮得非常的烂了 可以闻到一股白萝卜和苹果的香味了 然后我们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把它撇掉 然后开盖 再继续煮上它5分钟 把这种苹果和白萝卜 多煮一会 还有的这种膳食纤维就会被软化 这样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通便的效果就会更加的好 那5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白萝卜和苹果已经煮好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那这个时候汤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两者结合在一起 通便的效果是不错的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哪些人不合适吃呢 其实白萝卜它其实是偏良性的 如果是体质虚弱的人 是不建议吃白萝卜的 因为白萝卜它本身偏良 那么进入之后刺激这个胃肠练膜 会加重这种脾胃虚寒的症状 那第二个就是肾阳虚的人群 不太适合食用 白萝卜它有这种健胃消食的作用 它能够去除体内凝聚的气体 可以降气 所以不适合气虚的 阳气虚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第三个方面 白萝卜有比较强的这种通便的一个作用 所以如果不是这种顽固便秘的朋友 它本身大便是偏烂的 所以这种人群就不太建议吃 那么如果是有便秘的 除了饮食上注意以外 还要建议大家适当的运动 来去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 养成这种定时排便的一个习惯 比如说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就定时定点的排便 另外一个就是多吃这种膳食纤维多的食物 比如说燕麦芹菜刚刚讲的白萝卜苹果等等水果和蔬菜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详细再讲一讲 就是能够缓解我们便秘的非常好用的非常有用的食物 那首先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西梅 那西梅它可以说是水果里面通便效果最好的 也是最推荐给大家的 它里面的成分能够让肠道产生一种高盛的一种环境 增加肠道大便的水分 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 比如说火龙果 泥猴桃 其实它们的通便的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比较好的缓解便秘的一些作用 所以大家如果要通过吃水果来去缓解便秘的话 可以选择收点西梅 其次火龙果 泥猴桃等等都是可以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燕麦 燕麦可以说是全古物里面的一个明星 古物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都了解 也知道这个燕麦 它确确实实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也知道它确实通便非常的好用 那这个全古物跟蔬菜的作用很类似 因为燕麦里面的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还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一个燕麦它的通便力度还是比较好的 同时呢它的这一个燕麦呢 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它有利于控制血脂 有利于控制血糖 也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如果是中老年人便秘的话 可以在我们米饭里面加一些燕麦 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通便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那么如果是有便秘的人群 特别是45岁以上 它本来大便都是正常的 很有规律的成条的香蕉便 那如果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种大便 性状的改变 比如说突然之间大就出现便秘了 然后或者说突然之间大便就量很少了 甚至变得很细 或者说甚至变得变扁了 那这个时候啊 就还是要警惕 一定要呢去医院里面做一下检查 最好完善一下这种大便常规 或者说这种完善一下肠镜的一个检查 来去对这种肠癌进行摔肠 因为45岁以上的肠癌的发病率会比45岁以下的人群会高很多 而且特别是有大便性状改变 也就是说以前规律 现在大便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这个情况下就要非常的注意的 另外一点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大便突然之间有这种解黑便 特别是这种像黑色的柏油状的这种大便的时候 那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或者说出现这种变血 大便里面明显看到就有血液这种成分的话 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 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来化验一下一个大便常规跟OB 也就是浅血试验 那如果是浅血阳性 那么大便里面就有血了 那这个血哪里来的 一般如果是黑便的话 它可能是我们胃里面出现的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胃里面出血了 如果是红色的 那么可能就是肠道里面出血 或者痔疮这种肛门这一块的出血 所以一旦有血便或者黑便 也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 那这个时候也要完善检查 来去排除肝癌的 另外一点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如果是家族里面直系亲属 有这种肠癌的病史的 那么建议大家呢 这种肠癌的摔查一定要做 而且呢尽量要早一点去完善 这种肠癌的摔 这种摔查 肠境的检查 比如说 假如直系亲属 他是45岁就 检查出这种肠癌 那么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提前10年 35岁就要去 完善这一个 肠境的检查了 然后呢 平时呢 定期了去 随法 定期了去检查 还有一定要关注我们大便的一个改变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 就是便秘如何去缓解一个食疗方 非常的好用 同时呢 一些水果里面通便最好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食 燕麦 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便的一个作用 还有就是关于大便的一些性状的改变 跟肠癌的一些关系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给我点赞 大家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支持 那么也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我们身体健康 好的 关注回声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